1月9日森林里的家精灵冰雪欢乐祭 江淮汽车带你体验冰雪乐趣活动 在九丰山滑雪场举办 江淮汽车负责人带领工程师 25人与区文旅局负责人 对企业文化 来一春的目的 及今后如何长期合作进行了会谈 此次团队的负责人 对精灵区生态旅游环境 团队测试的道路 以及温度要求给予了肯定 经过实地考察 也希望能够继续加深合作 进而带动更多汽车团队和厂商来到精灵 在九丰山滑雪场从未体验滑雪的南方小伙 看到如此童话般的雪景 无比兴奋 他们结伴细细 感受精灵区冬日的冰雪欢乐 我们江淮汽车 本次是来了6款车型 12款配置 总共50余辆车 然后我们整个江淮汽车团队 将近有50人 然后我们来到宜村开展高寒低温环境实行标定 本次来到宜村过后 这个环境也是 这个低温天气也是比较适合我们标定的 然后也感受到温度虽然是比较低 但是能感觉到宜村人民这种热情好客的态度 然后相信我们在宜村会很好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也祝愿我们和宜村这边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也祝愿宜村这边经济越发展越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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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